乐歌说定,专注好定,带好帅哥 日本幕府时代末期,武士地位江河日下 社会动荡,人心不古 被养在城堡里的武士,也就成了领主的龙中之鸟 山村是幕府的下级武士 他的工作是给领主嗜毒,生死全由天命 一排武士整齐的坐在厅内 每个人的食物都不一样 他们只需吃上一口,然后点头或者摇头 剩下的事情就与他们无关了 可即便是这样枯燥且危险的工作 也是一般百姓难以企及大 武士每月都有三十单的愤怒 住在幕府分配的房子里,衣食无忧 山村甚至还有一个从父亲那里继承的仆人 可山村却不甘心做一只工人把玩的龙中鸟 这公务员一样每天看报纸的工作让他心生厌倦 他想辞职开建道院,那是他的理想 不过这样一来,他们的日子肯定会大不如前 妻子夹带并不介意 他无条件地爱着丈夫 也愿意无条件支持丈夫的一切决定 夹带美貌冠绝,面旁圆润 薄熙白紧,声音柔和 有着枝子花般的素雅 又如百合一般,纯洁无瑕 他持家有道,遵从礼法 侍奉夫君,甘之如宜 他就是那种甜静温婉的小女人 以夫为尊,也以夫为荣 这一日,山村像往常一样为领主吃毒 刚吃下去并无异样 喝到食物端给领主后 山村呼绝,头晕目眩 此时领主正在用餐 主管慌忙大喊,且慢有毒 领主立刻停住屠府 示威封锁了整个城堡 很快调查就有了结果 并不是蓄意投毒 而是山村吃了处理不当的海螺赤参 大夫看过高烧不止的山村后 称其性命无忧 而后,负责餐食的老主管被叫了出去 晚间,老主管家里跪满了子孙后代 他们进阶素颜,披麻带笑 老主管面容平静地取出一把短剑 细细擦死着宝剑的寒光 然后缓缓自如腹中 亲人低声唾气,默念经文 山村被抬出了城堡 他面色铁青,高烧不退 大夫给他开了药 家大夫摸着丈夫滚烫的面颊 心中焦急万分 他喝一口药,勤在口中 然后缓缓度入丈夫嘴里 就像照料婴孩一般 动作轻柔而细腻 几天后,山村终于醒了 家大喜极而泣 可当山村睁开眼睛 眼前却是一片模糊的光亮 因为害怕妻子担心 他并没有告诉他 但在吃药时 山村慌忙地摸索着 这一个小动作就让家大哭的 离花待雨 家大没有放弃 再次找了个大夫 大夫看完后 没有告诉山村残忍的真相 只是对家大说 贝壳类中毒通常都会导致失明 药食无衣 只能听天由命 夏夜挖民连成一片 徐徐凉风从竹林走来 萤火虫跌跌撞撞 像是在寻找白天遗失的梦 家大倾挪小散 替丈夫驱赶闻吟 天街夜色 凉如水 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 山村忽然问 家大 萤火虫的季节到了 他们出来了吗 这不经意间的一句话 却让家大无所失从 他顿了顿 用轻快的语气说 还没有呢 为了给丈夫祈福 家大来到了神社 传说这里有一块百求零食 求一百遍即可心想事成 家大赤着脚捧一束花 一圈一圈的祈求 直到雪白的脸庞挂满汗珠 他都浑然不觉 回去的路上 家大偶遇了上等五十岛村 他一直都对家大垂涎不已 如今山村遭遇不幸 这让他嗅到了机会 他对家大说 如果你再为以后的日子发愁 我可以帮忙 你随时都可以到我家里来 此时 山村已经从仆人口中得知了真相 作为一个武士 他无法接受失明的事实 他抓狂的翻找的武士刀 对他来说 剖腹才是解脱 可家大早就把刀藏了起来 他让家大取刀来 家大不肯 山村气急败坏的大吼 家大劝道 你只是看不到东西 其他还是一样 山村说 这不是以前的我 我不能这样活下去 我不能再做武士了 我会失去地位 像乞丐一样 靠施舍度日 家大安慰道 你还有我啊 可山村却说 你会轻视我他 你会离我而去 亲人此言 家大既悲伤又气愤 我本是孤儿 你家人将我收养之后 我这辈子的心愿 就是做你的妻子 没有你 我怎么活下去 如果你真的想死 那我也会随你而去 山村没有想到 家大对他的爱 会如此坚争不渝 这也让他暂时 打消了自杀的念头 可有时候 活着比死更难 山村当不了武士 就没有收入 在那个动荡年代 一个女人 是很难养活家人的 家族会议上 族人对他们的生活 颇为担忧 可他们又不愿 牺牲自己的利益 帮助他们 最后 家大只能吞吞吐吐地说 也许岛村能帮忙 亲戚们赶紧说 那太好了 你认识他吗 他现在是幕府的主管 你去求他帮忙吧 没有人会在意 岛村另有所图的事实 亲戚们很是得意 仿佛自己帮上了大忙 他们拉开品封 如丝重负地享受着 凉风和小菜 丝毫不在意 家大脸上的绸云 第二天 家大带着礼物 去了岛村家 不久后 问题得到了解决 山村的家姓继续保留 每月三十弹米的俸禄 其他福利依然有效 听闻这个消息 山村心里有了些许安慰 保住了武士的身份 就是保住了他仅存的一点尊严 家带细心地运着丈夫的武士服和绣带 那是丈夫的尊严 同时也是他的 窗外部知名的小虫 欢快地交着 两人安静地聊着天 家带轻柔地聊着小扇 几天后 碎嘴的姑妈前来探望山村 她丈夫在旅馆看到了家带 和一个男人在一起 你知道是谁吗 虽然山村并不相信 可怀疑的种子却已经种下 晚上的饭菜也不再可口 怀疑就像慢性毒药 侵染着山村的每一根神经 家带虽心有所感 可依旧尽心地服侍着丈夫 隔天 山村让仆人跟踪家带 起初并没有什么异样 可很快 仆人就看见他走进了 旅馆附近的茶馆 接着又上去了一个男人 正是岛村 仆人并没有把这件事 告诉山村 因为他从小看着家带长大 根本不愿相信 但这种事肯定瞒不住 家带决定向丈夫坦白 其实他有很多次都想自杀 但他又想 那样的话 丈夫就是独自一人啊 这让他的内心 反复挣扎 纠结不已 要是他勇敢一些 这些事就不会发生 晚上 家带如实向丈夫坦白 叔叔让我去求岛村 保住你的地位 要是我来请示你 你一定不让 我去了他家后院 说完事情 岛村忽然抓住了我 他说帮助不是免费的 我吓坏了 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把自己献给了他 决心之后就自杀 我以为这件事 只会发生一次 但之后 他送来了信 威胁说 如果我不见他 他就把一切都告诉你 就这样 我又见了他两次 我已经堕落了 我知道 你总会知道的 会杀了我 我准备好了 请处置我吧 忍痛听完 妻子的讲述 山村悲痛不已 我的妻子 为了三十单米 就被一个男人偷走了 山村猛地回头 带着冰冷淋漓的眼神 夹带被这种眼神刺得 浑身站立 寒意透骨 他苦苦哀求道 你杀了我吧 我都是为了你 为了你 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可山村却冷冷道 你不是夹带 我认识的夹带 已经死了 我和你已经离婚了 收拾好东西 马上离开 夹带没有一句怨言 丈夫不杀他 在他看来 就已经是天大的恩德了 仆人劝道 夫人走了 他没有家人 这么晚了 能去哪里呢 可山村却转过头 留下了两行 冰冷的眼泪 七语离离 夹带就像一朵 被遗弃的海棠花 山村没有办法 原谅妻子 也许 越是爱一个人 就越容不得 半点瑕疵 作为一个武士 他把尊严看得 比命都重要 他心里有一团火 那是对岛村 仇恨的怒火 山村拜访了 自己的剑道师傅 每日练习剑术 从村到下 从未懈怠 很快 他的剑术就有了 一时生命力 他已经可以 听风便威了 但要想和岛村那样的 高级武士过招 还是有一定距离 因为眼盲 他会始终处于 后发制人的境地 老师见他如此执着 就问他要挑战谁 山村说 我的尊严阻止我说出来 除此之外 他还害怕这件事 会连累到老师 毕竟他要挑战的是一个 地位比他高很多的武士 老师说 只有一个办法 你可以赢 我授予你武士地位时 告诉过你一些话 还记得吗 当你决心同归于尽死 你就会拥有胜利的意志 生命在决心死去的那一刻 将会被点燃 山村豁然开朗 狭路相逢 勇者胜 如今他缺的 就是不惧死亡的 非凡勇气 直到这天 同僚前来探望 闲谈中 山村得知 岛村是一个极其 自私的武士 一心只想往上爬 他欺骗了家带 根本就没有在领主面前 为山村说情 山村之所以保住了 地位和俸禄 只是因为领主念及他 为自己嗜菜而中毒 可怜他而已 得知真相的那一刻 山村终于下定决心 要跟岛村一决生死 他让仆人去岛村家 下了战书 岛村虽然不屑 但还是接受了 山村的挑战 决战前夜 山村抚摸着自己的战袍 妻子每日都会用木炭小炉 仔细地熨烫 上面仿佛还残留着 妻子手指的温润 抚摸着这件战袍 山村的思念开始决堤 一想起自己心爱的妻子 被导成这个无耻之徒染指 他的怒火就难以平息 他必须让这个禽兽不如的小人 付出血的代价 第二天河边马场 秋风萧射 金色的茅草在秋风中 沙沙作响 远远的岛村来了 他带着五四斗篷 插着五四长剑 看上去自信满满 山村取出妻子 运好的绣带扎在头上 长剑在手 杀气游走 他初见其准 以至于岛村以为 他没有眼望 山村大吼一声 气势凌厉 岛村惊慌退走 偷偷摸摸地绕到山村 身后的屋顶 准备玩偷袭 山村默念者 绝意同归于尽 生命将会在 决心死去的那一刻 被点燃 山村心如止水 一草一木 接在他的意念之中 岛村扔下剑鞘 想转移他的注意力 然而 山村却像是 背后长了一双眼睛 能够洞悉他的 一举一动 甚至是他的 一丝一念 仅一瞬间 岛村的胳膊就被刺穿 山村并没有补刀 任由他狼狈离去 胜负已分 尊严已定 山村回到了 荒凉的家中 战胜了岛村 他获得了内心深处 短暂的宁静 误久后 他从同僚那里得知 战败的岛村 无法承受这种羞辱 剖腹自杀了 可直到自杀之前 他也没有说出 败给了谁 同僚疑惑到 他是跟谁决斗的呢 谁能吃穿一个 高级武士的胳膊呢 没有人知道 所以也就结案了 龙中一只鸟死了 另一只也会孤单的 屋外秋阳惨淡 寒鸭欺民 埋葬完那只死去的小鸟 山村抱怨道 我这样孤单的活着 有什么意思 还要吃着你做的 难吃的饭菜 仆人说 那我找个人来给你做饭 可以吗 山村头也不回地说 随你 大仇得报 山村就忽然落寞一场 他赢得了尊严 却输掉了最爱他的人 就像那只不得自由的小鸟一样 他也被武士头衔的龙子 困住了 由今终于迎来自由 山村懊悔不已 我错了 我不该让你跟踪家带 那样我就不会赶他走 又去找岛村决斗 我不该怀疑家带 如果我什么都不知道的话 是否会好一些 当个傻子是不是更好 他机械地扒了一口饭 忽然问 这饭是谁做的 在山村的事以下 仆人把做饭的姑娘带了过来 原来这一切都是仆人的安排 做饭姑娘正是家带 她安静地坐在山村身边 山村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 都对熟悉的味道充满了期待 原来这世上最美好 最安心的事 就是一茶一饭 都是最熟悉 最贴切的味道 家带气不成声地扑进山村怀里 依洗多日的委屈和伤痛 山村喃喃地说 需要买个新鸟笼啊 五四的一分又名 五四的尊严 是山天阳赤指导 2006年上映的作品 在日本一举斩获了超过40亿票房 这部电影跟导演之前的那部 黄昏的清宾位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讲的都是在贫苦条件下 夫妻之间可贵的品性 道德以及情感 如果说在黄昏的清宾位里面 山天阳赤重新诠释了什么是好丈夫 那五四的一分可以算是他的紫密篇 导演阐述了自己的另一个观念 什么是好妻子 怪不得网上有流传 男人都想娶日本老婆 开个玩笑哈 误喷 山天阳赤是一个遵循古迅的导演 他崇尚忠责任 奉献以及感恩 夫从夫道 七从七刚 或许这样的观念 会被现代人惯以守旧律服的标签 可导演就是这么的传统 物质疲倦的在自己的作品中传递着 这些慢慢被人们边缘化的东西 如今我们的社会 有太多人主张自由开放 但自由平等的尽头又是什么呢 可能是极度的包容和开明 也可能是极度的自私和疏离 有时我甚至会觉得 人类道德以及社会观念的发展和演变 最怕的其实是 矫枉过正 好了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话记得关注点赞加评论 就这样我们下期见